爱情长宝7年的惠丽和柳俊烈 在13日爆出以悄悄分手 让外界震惊不已 而近日网友们也不断想要从过往的片段 寻找两人分手的线索 其中柳俊烈去年11月出演网路节目时 疑似刻意回避惠丽的话题也引起热议 据了解 柳俊烈去年11月 与普正名一同出演了冷静男的网路频道 当时主持人先是提到 柳俊烈因为已经回答1988爆红 接着也询问 那阵子还分了催泽派和震焕派 但结果会是跟震焕在一起了吗 对此一直低着头的柳俊烈回答不是 是跟宝剑 而在回答完这句后 柳俊烈就表示想要喝水而走向后方 接着就一直在后面走来走去 直到相关话题结束后才回到座位 而这段影片被挖出后 我忘记猜测两人的关系是否从那时候开始疏远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